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教育人生我是高維序 加權指數自從我在5月29號 跟您說行情路況往上 到現在即便現在加權指數協調24點 我的看法依舊不變 加權指數路況 行情路況還是往上的 它的剩價就是懸股了 剩價是懸股的部分 其實股票還蠻多可以去選擇的 跟投資朋友報告 你可以說之前告訴你 金像店你來不及參與 所以你錯過了 你可以說你可能之前也沒有參與 最近才認識維序的 四季剛也沒有參與到 然後你錯過了四季剛 四季剛的漲幅 四季剛這段漲幅你錯過了 來看一下還是要找出來 你錯過了四季剛 你也可以說你錯過了什麼 上藥 你也可以說你錯過了上藥這一段 跟你沒關係 你也可以說你錯過了漢序 累積報酬跟你沒關係 可是 你最近還會在錯過什麼嗎 應該是不會了吧 大力光 跟你推薦的具有不斷上場的條件 本益比試有十九倍 六月十號 收盤價在3520元 你看大力光 三千六百九十五元 你應該不會錯過了吧 鴻海 跟你報告這七十二點一 六月十號 六月十一號 等一筆只有九倍 你應該也不會錯過了吧 七十五點一 上去啊 大力光 上去啊 近期啊 這些股票就上去了 所以說你不要再錯過了吧 只是說大盤現在 那如果行情路況往上 那有什麼股票 我認為是可以 是有機會的 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這個 6150漢遜 投資朋友 先看一下 比特幣報價是八千塊美金以上 來看一下 股東會什麼時候開始 看這邊好了 比較快 股東會 六月二十一號 就要開始了 可是它龍券有多少張 這些龍券啊 一千七百多張啊 如果加權指數 不動的情況之下 漢遜 因為比特幣報價往上創高的時候 這些空單有可能 有可能要認錯 所以它還是有個推神提到的 還有什麼 跟投資朋友報告 跟投資朋友報告 1784 訓練 強於大盤 高檔做整理 來看靜太籌碼 4.9億的靜太籌碼 什麼叫靜太籌碼 董監持股的比例 高達多少 10% 4.9億的公司有10% 其實籌碼的安定度 靜太籌碼是相對穩健的 再來 這一段其實算是相對的高檔區 理論上應該是出貨的 對不對 可是動態籌碼裡面 你會發現 是有人在進場的 而且內支是在這一段時間 進場的 所以這種股票 優體柴面 細胞的 細胞的療法 對於膝蓋的部分來說 今年慢慢的 會 在營收上面 你會慢慢的看到 它浮現 你會慢慢的看到它浮現 它有什麼 還有什麼股票 我跟投資朋友報告 6108 靜國 上去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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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上去 這一種做PCB的 它有做NB 做車用 它是多角化的PCB 的一個廠商 重點才是於 在大陸 它也許做網通的PCB的板子 是以手掉下來 可是 它在車用的部分 基本上 今年第二季開始 去做一個四單量產 所以 以整個產業面 它是往上去走的 再來 再看靜太籌碼 15.9億 靜太籌碼 總監持股 達到13.45 其實是相對的安全 靜太籌碼是及格的 再來是下來這段時間 15.9億 基本上 特斯佩爾 有兩家做波段型的外資 是持續去做一個加碼的 是持續做一個加碼進場的 所以這些都是有機會的 重點是航行路況 往上你要怎麼去挑股票 你看它這個 每股存益 從3.32跳到4.24 這邊 每股存益 從0.07跳到0.43 從0.21跳到0.58 從0.28跳到1.48 從0.6跳到1.34 每股存益 每股存益 從3.32跳到4.24 3.64跳到6.43 從5.61跳到7.61 從3.79跳到6.39 同志朋友 你要選股票 籌碼基本面 你要了解 我在算籌碼的時候 接近20年的時間的經驗 我的籌碼的功力 應該跟大多數人是不一樣的 包含我在看大盤轉折的功力 也是跟大多數人不一樣的 還有什麼股票值得你去留意 來看一下 2702 對不起 2702 花園 上去急功下來整理這一段 同志朋友 我跟同志朋友報告 靜泰籌碼裡面 股本在10.2億 總監持股靜泰籌碼高達21% 現在量慢慢的增出來 這些都可以讓你去留意的 低檔沒量 整理之後 上漲出量 下跌量縮 這個後市都值得你去期待的 所以加權指數 我認為往上漲 重點現在是選股的部分 之前這些股票 也許跟你都沒有關係 我講的什麼 1316啊 這一些 也許你來不及參與 也許你來不及參與 6150 你來不及參與 9958 世紀鋼 你來不及參與 2368 金像電 之前早一點的金像電 你來不及參與 但是現在 2317 你應該是可以參與到 好不好 3008 大力光 你應該是可以參與到 還有很多股票 我們是要準備 什麼時候要去進場的 任同投資朋友 歡迎跟我現在出一處聯絡 我是高雷 祝大家操作順利 獲利滿滿 我們明天見 你來不及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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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不及參與